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虽然电视剧已经完结了 但B的结局让很多人走不出来 而且两人超强的CP感 也是让众多网友喊话 两人赶紧三搭吧 拍摄长月静明时 两人在片场甜蜜互动 各种小细节很难不让人磕 简直就是他在闹 他在笑的情侣既视感 两人的吻戏也是超域的 波瑞福生里桑九和明夜的诀别之吻 黎苏苏和桑九明湖边的灭魂丁吻 还有最后两人回到圣经的告别之吻 真的太让人上头了 而且从花絮可以看到 两人失戏的时候也是真亲 妈呀 一时半会都分不清楚 到底是剧中的人物 还是他们本人 之前两人在 半是蜜糖半是商 里就让人甜到掉牙 在楼道亲吻被小川抓包 还给拍了下来 妈呀 真的隔着屏幕我都替你们尴尬 还有那句什么是更深入的交往 听听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一点也不注意 带坏了屏幕上前的未成年人怎么办 哈哈 这两人的吻戏哪像是演的啊 分明就是真情侣吗 两人合作完 半是蜜糖半是商之后 白鹿就说有机会一定要二打 叫罗芸汐给他留个古装 可见两人的合作还是挺愉快的 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意思 之前两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在哭戏和吻戏之间会选择吻戏 不愧是你俩啊 有啥都直说 一点都不掩饰 我个人觉得他俩的性格还挺搭的 两人私下都有点搞笑 而且我也没见过罗芸汐和其他女演 在片场玩得那么嗨 有网友说罗芸汐的种种行为 真的好像因为喜欢而情不自禁做出来的 早在2019年 两个人就合作拍摄了另一部现代甜剧 彼时的罗芸汐最新鱼游戏 丝毫没有察觉到白鹿的爱意 白鹿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女生 采访上她直接 每一场戏都对罗老师动心 同时白鹿又克制了自己的爱意 她认为在一段爱情中 男生应该主动 白鹿公开了择偶标准 喜欢成熟稳重 能够共同进步的另一半 这个说的不就是罗芸汐吗 两年后 她们再度二达 在一起拍摄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 她们之间的花火可是电光火石一般 彼时的她称呼她为妖妹儿 她用流利的四川话 称呼她为罗芸汐 一个江苏常州人 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白鹿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呢 她们不再是客套的罗老师和白老师了 我所有的偏爱只给你 在2022年4月拍完戏后 罗芸汐在7月份就突然戴上了L的项链 当时被问这个字母项链的含义 罗芸汐当下的表情很耐人寻味 明显有一点心慌了 很快 她就反映过来 自己的名字也带有L 我的姓氏 你的名字 这不就是最好的施爱的方式了吗 白鹿曾经说过想休息 希望能够去一趟大理 过后 罗芸汐就晒出了去大理旅游的照片 这个真的只是巧合吗 罗芸汐最新晒出的一日三餐中 信息量也非常大 作为一个吃辣达人 罗芸汐自爆一辈子都不会借辣 除非有共同生活的目标 罗芸汐晒出的午餐中 清一色都是清淡饮食 没有一丁点的辣椒 最关键的还有香菇炒青菜 作为成都人 应该不会大吃这样的菜式 这个菜式在江苏倒是常见 所以 罗芸汐极有可能是为了白鹿 再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 在最新的发布会和访谈中 罗芸汐和白鹿的距离越来越近 左手拇指在白鹿的手上一直磨蹭 一点都不像是那个绅士有分寸感的男人 她的身体总是不自觉地靠近白鹿 在访谈中罗芸汐一时嘴快说了我们回 话音刚落她自觉说漏嘴 立马改口 脸上都有一点红了 闪过一秒的慌张 在戏里的花絮中 罗芸汐对白鹿百般照顾 连是戏中的吻戏 两个人都亲自上演了 导演可没规定是戏一定要真亲呀 看来 两个人事情难自尽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在最新的访谈中 罗芸汐和白鹿凑得非常近 还用手拇指摩擦着白鹿的肩膀 手臂贴着白鹿的胸 这不就是真正的情侣才有的模样吗 罗芸汐对另一半的择偶标准公开了 首先是外貌上是要长发 比自己年龄小 其次投缘 两个人要有说不完的话 再次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因为罗芸汐曾经因为沉迷游戏 和前任女友分手 所以她想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而白鹿刚好也会玩游戏 说到这里就很有意思 白鹿曾经是不喜欢网游的人 后来也是和罗芸汐合作后 才开始玩游戏的 这就是典型的爱你所爱 这样无形之中 增加了两个人的契合点 第四 找一个一起成长互相包容的另一半 罗芸汐的四个择偶标准 不就是照着白鹿说的吗 两个人相差六岁 能够一起玩游戏 还非常投缘有话说 白鹿和罗芸汐 也算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两个人如今都是一线演员了 在鼎峰相遇的感觉稳如泰山 罗芸汐自爆白鹿是一个善良 无拘无束随性的女子 且没有任何的缺点 除了嗓门大 善良 是白鹿最大的闪光点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演员 曾经的工作人员也自爆白 鹿曾经自费给她去上心理课 在跑男中 白鹿看到宋雨琪的头发沾连着名牌 她都不忍心撕掉 善良的女人是最可爱的 她的善良 一直都被罗芸汐看在眼里 白鹿也在最新的综艺节目中 官宣自己是单身 在白鹿被网爆的那一段时间 罗芸汐还罕见唱了白鹿最喜欢的歌 还发了一段 多年不曾跳的芭蕾舞视频来鼓励她 这就是罗芸汐暗绰绰的在户期 白鹿和罗芸汐能否三打 作为老板的余政放话 看缘分 她并没有把话说死 两个人如今都是一线大咖了 要合作的话 肯定要看剧本 如果三打 罗芸汐和白鹿极有可能会走罗晋和唐嫣的路线 从白老师 鹿鹿到妖妹儿 再到小宝贝 这不就是妥妥的偶像剧吗 罗芸汐的原生家庭非常幸福 父母也非常开明 对儿子满满的爱和包容 从来不给儿子任何的压力 同样 白鹿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幸福 白鹿在公开场合 说过自己的父亲是高铁工人 从来都敢正视自己的家庭 丝毫不担心被看不起 当时白鹿在高铁上说自己的父亲的职业时候 杨颖 乔欣和张彬彬等人一脸的不屑 如今看来白鹿的人品真的又于他们太多了 白鹿和罗芸汐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幸福 而且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想象到 白鹿如果嫁给罗芸汐 她会有多么受宠 罗芸汐公开希望50岁的时候就退休 回到成都生活 她最羡慕的就是父母目前的生活 没事旅旅游 过安逸的生活 白鹿也非常努力地打拼自己的事业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希望靠男人 希望自己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匹配得上罗芸汐 而罗芸汐曾说过 其实很难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又喜欢又能契合的人 想来 如今是真的遇到了吧 我们下来的小独立的地步 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小独立的地步